古代的中国人,他们的普通话是什么话呢? 是我们今天的广东话,客家话,还是闽南话? 答案是,都不是。 但是,无论广东话,客家话,闽南话, 所有的汉语方言都和古汉语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古汉语和今天各地的汉语方言的关系就是一个祖父和几十个孙子, 几百个曾孙子的关系。 孙子和祖父长得总会有点像, 但是又不会长得很像, 简单易懂得说,就是这么个道理。 今天,小编我以时间轴的方式,把这个事简单为你解释清楚。 时间轴一,春秋战国时期。 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56年这段时期, 当时,中原各国较为通行的普通话叫做亚言。 中原亚言春秋战国时期的普通话, 亚言又称中原亚言,是那个时代的洛阳话,也叫做骨河洛话。 举个例子说,鲁国人孔子到郑国去办事,说鲁国方言, 人家郑国人听不懂,那么孔子就跟人说亚言, 也就是骨河洛话,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洛阳话。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洛阳话和今天的洛阳方言完全不同, 孔子就由列国和外人讲中原亚言沟通。 问题来了,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普通话是洛阳话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东周的首都就是洛阳,洛阳是政治中心。 所以呢,我们今天弄清楚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普通话就是当时的洛阳话, 也叫亚言,也叫骨河洛话。 那么,这个亚言或者说骨河洛话和我们今天中国哪一种方言最相近呢? 答案是,亚言失传了,也就是说骨河洛话失传了,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人说亚言了, 亚言和今天中国的任何一种方言都不太相近。 时间周二,隋唐时期, 那么到了隋唐时期,也就是公元581年到907年这段时期, 中国的普通话发生很大改变。 简单的讲,由于战争政治版图的变化, 人口的迁徙, 从春秋战国到隋唐时期的这数百年间, 骨河洛话和骨无粤语等其他语言发生了混合、融合、变异。 于是,骨河洛话演变成一种叫做中古汉语的语言。 所以,假如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大唐盛世和唐皇李世民对话, 我们会发现,李世民是讲中古汉语的。 李世民讲中古汉语和今天的闽南语有一定的相似。 那么,当年这个中古汉语和我们今天中国哪一种方言相似呢? 答案是闽南语。 是的,我们隋唐时期的老祖宗, 他们的普通话叫做中古汉语。 有趣的是,这种中古汉语虽然也失传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闽南语和它相似。 但是二者只是相似, 我们不能说闽南语就是中古汉语。 因为中古汉语演化成闽南语, 中间混合了闽越土著的方言, 所以很多语音发生了变化。 那么,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隋唐时期的中古汉语 会和今天的闽南语相似呢? 答案也很简单, 因为战乱的缘故, 有大批的唐人迁徙到闽南地区定居下来, 抢夺当地闽越土著的生存空间, 最后反客为主了。 举两个典型的例子, 例一,公元677年, 唐高舟年间, 陈正、陈元光父子率领大军进入福建平乱, 打完仗之后, 大部队在闽南地区驻扎下来, 屯肯结婚, 生儿育女, 繁衍后代, 这些人把中古汉语带到了闽南地区。 第二, 公元885年, 唐锡宗年间, 王朝王沈志兄弟率领大军杀入福建, 围剿皇朝起义某部, 这个大部队打完仗之后, 也留在闽南当地屯肯, 安家立业, 这些人也把中国汉语带到了闽南。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不一一列举。 时间周三, 宋代。 那么到了宋朝, 也就是公元960年到1279年这段时间, 由于河南开封曾经是宋朝的首都, 所以宋朝的普通话, 又变成是当时的开封话, 当时叫做宋一, 又叫中周一。 注意的是, 沧海香田当时的开封话和今天的开封话, 完全不是一回事。 要去的是, 宋朝的普通话, 也就是史称中周阴的这种话, 和我们今天的客家话, 有一定的相似度。 但是, 宋代的中周阴和今天中国的客家话, 也只能说是相近, 二者并不一样。 为何? 答案也是很简单, 因为中周阴在演化成客家话的过程中, 也混杂了其他图语, 因此也发生了变异。 世间所有事物永远处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 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那么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中周阴演化成客家话了呢? 此事解释起来也是非常简单, 因为躲避战乱, 大量中原人离开中原迁徙到南方, 他们成为客家人, 并把中周阴带到了南方, 所以中周阴逐步演化成今天的客家话。 时间周四, 明代。 到了明朝, 也就是公元1368年到1644年这段时期, 因为朱元璋最初定都南京, 所以明朝的普通话又变成了南京官话。 但需要注意的是, 明朝时期的南京官话和今天的南京话也不相同。 后来, 朱棣迁都到北京, 并且从南京带了40万人到北京, 这些从南京迁入北京的人口, 超过了当时北京原有的人口, 这就是为什么在明代, 南京官话在北京长期居于主宰地位。 但是时间久了, 南京官话和北京土话发生了混合变异, 所以到了明朝末年的北京, 南京官话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时间周五, 清代。 后来到了清代, 也就是公元1644年到1912年这段时间, 一共268年的时间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它还是在清朝统治期间的268年里, 北京本地土话混合了满雨, 混合了南京官话, 混合了各地外来人口的土话, 各种口音相互柔和, 并且演化成一种崭新的语言, 这种语言叫做北京官话。 而这个演化而成的北京官话, 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普通话。 最后说说广东话, 有人说广东话是正宗古汉语, 这个说法不正确。 广东话不是正宗古汉语, 只是广东话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词汇, 仅此而已。 广东话是古汉语和里南百岳土话的混合体, 是典型的语言混血儿。 好了, 谈到最后, 我们来一个总结。 总结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 中原雅音是当时的普通话, 也叫古河洛话, 这种语言现在已经失传了。 总结二, 在隋唐时期, 中古汉语是当时的普通话, 这种话今天也失传了, 但是今天的闽南语和中古汉语 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有较高的相似度, 但并不完全一样。 总结三, 在宋代、宋音, 又叫中周音, 是当时的普通话, 今天也失传了, 但是今天的客家话和宋音 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有一定的相似度, 但又并不一样。 总结四, 在明朝, 南京官话是当时的普通话, 朱棣迁都北京之后, 北京仍然长期通用南京官话。 总结五, 在清朝的北京, 北京土话、 满语、 南京官话, 各地外来人口的土话 发生混合, 柔和, 变异, 逐步发展, 演变成北京官话,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普通话。 说穿了, 我们今天的普通话, 闽南语, 客家话, 广东话, 几乎所有的汉语方言, 都是古汉语的子孙, 只不过这些子孙, 在演化的过程中, 都夹杂了其他图语, 各自的语音, 都发生了变化。 古汉语和普通话, 闽南语, 客家话, 广东话, 湖南话, 四川话, 上海话, 等各种汉语方言的关系, 就是太爷爷和无数个孙子, 曾孙子的关系, 大家各自都有一点像太爷爷, 但各自又和太爷爷不同, 简单的说, 就是这么回事。 感谢观看,